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想咨询一些关于工商保险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就是我们的员工出现了事故 是否可以补缴 就是之前的费用不给支付 但是假如我之后第二次手术的费用还是可以支付的吗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我补缴之后基于同样一个事故 第二次手术还是有可能从工商保险中走 对吧 好的 我明白了 邱姨呢 走吧 邱姨 我约要当事人 我先去会议室 好嘞 好嘞 喂 喂 李大哥 你好 你好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说 让公司先把这个劳动关系给认下来 就是让他撤诉或者说先去走一个工商的认定 所以我就是一词想今天能不能先跟公司里面去聊一下 因为诉讼已经是最坏的一个结果了 就是我们聊的话只会比这个好 但是因为我看到您昨天就是有一些迟疑 所以就想问一下你会不会说还有一些什么顾虑或者什么的 就是你们都可以跟我说 李先生 喂 是这样的 因为我昨天想了想 其实是这个可聊的是挺大的 因为工商保险是可以补缴的 如果他现在在六个月内去补缴 然后带您去认定工商 然后之后再认定商残 这个一次性商残补助金是还是可以从工商保险里头出的 对 然后这个的话我不了解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查这些材料 对 我咨询过了 因为这样的话对他来说他现在撤诉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谈的余地还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再加上 我咨询了 这种策不一样 这个仪器场越来越强大了 对 很笃定 对 到后面就这样 嗯